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溶解度 那所謂的溶解度就是說 一定量的溶劑 然後在溫度固定的時候 請注意它的控制邊 一定量的溶劑 在溫度固定的時候 那它所能夠溶解的溶子 都已經到達了最大量 那那個最大量就叫溶解度 那你比方說例子 比方說25度 控制溫度25度 那100克的水最多可以溶解 綠化納36克 那這個36克就是綠化納的溶解度 那你注意它一定要控制邊 因為溫度會影響溶解度 那水量多過當然就會影響溶解的量 所以你要控制邊 那第一個溶解度 通常低最常見的就是以S來表示 那S就是100克的溶劑 通常是水 所以可以溶解溶子的量 那這個最大量就是S 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可以用體積末爾濃度來表示 那體積末爾濃度你在算的時候 那比方說剛剛這個 你可能就要計算 比方說100克的水 最多溶解溶化納36克 那密度是1.2 那請問你 那你也可以把它換算成體積末爾濃度 那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那它如果給你這個100克的水 溶解36克的溶化納 那換算成體積末爾濃度 那就是N除以V 那就是N除以V 體積末爾濃度 那把末爾數帶進來36克 除以適量58.5 就是它的末爾數 那體積呢 就是它的總重 100加36 136 那除以它的密度1.2 那容易重除以密度 那就變容易的體積 那體積再除以1000 那就會變公升 那這個3分之末爾就是大M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體積末爾濃度也可以用來表示 那第三個 你也可以把它轉換成重量百分率 那重量百分率呢 就是W%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溶子重36 除以溶液136 乘100% 這三種表示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介紹一下飽和味 對飽和跟過飽和 那當然這個飽和溶液 飽和溶液 我們說什麼是飽和溶液呢 就是說 這個一定量的溶劑 在定溫下 它呢 所可以溶解的溶子 已經到達了最大量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叫飽和溶液 這第一個沒問題 那溶解的溶子 如果還沒有到達最大量 那當然就未飽和 那超過最大量就過飽和 那這個很奇怪 那怎麼還會超過最大量 那就是不穩定狀態 那我們來依序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飽和溶液 那飽和溶液其實在 微觀的狀態下去觀察 它是一種動態的平衡 它呢 其實雖然說它的溶解的溶子 已經到達最大量 無法再溶解更多的溶子了 那其實它的溶解跟沉澱 都持續在進行 它的溶解跟沉澱 都持續在進行 那有同學說老師 那你怎麼會知道 它溶解跟沉澱 持續都有在進行 因為我們在觀察到說 它如果在飽和溶液裡面 都還有它的沉澱物 那這個沉澱物呢 隨著時間的經過 它的沉澱物的外觀的形狀會改變 那就表示什麼呢 它溶解跟持續都還在進行 那溶解的位置跟沉澱的位置 不是剛好同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形狀就改變了 那比方說這個呢 我們在這個天氣瓶 它的形狀 天氣瓶裡頭 它這個溶子的形狀 它可能有時候是羽毛狀的 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它的形狀會改變 然後呢 你也可以 他說 它真的有持續在溶解跟沉澱嗎 那曾經也可以 你也可以 曾經也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就比方說他把NAI 他把NAI泡成飽和溶液 那這個點化納泡成飽和溶液之後 再加更多的點化納進來 再加更多的點化納 點化納泡成飽和溶液之後 再加更多的點化納 那這個加的點呢 是加這個有放射性的E3E 那這個放射性 如果說它已經飽和溶液了 那我現在再加有放射性的點進來 固體的點進來 固體的NAI這個點有放射性進來之後 那我們再觀察 觀察整人 在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觀察說 溶液裡面的點離子有沒有 點E3E 那如果溶液裡面有點E3E 那就表示什麼 它溶解跟沉澱持續還在進行 那所以呢 過一陣子之後再觀察會發現 其實這個固體的點E3E 會跑到溶液裡面來 那就表示什麼呢 它的溶解跟沉澱 溶解跟沉澱持續都怎樣 持續都在進行 那如果它溶解溶解的量 跟沉澱的量剛好一樣多 那所以呢 它這個沉澱物的重量不會改變 那我們就說它是一種動態的平衡 好 接著往下 接著 介紹一下 那過飽和 過飽和容易 那是不穩定的 那這個你注意 過飽和容易 並不是你隨便 比方說鹽巴一直加加到過量 它就變過飽和 它過飽和容易 沒有這麼容易就製造 通常會特定的溶子 老師在這裡請大家抄一下 你比方說我用醋酸納 就常見可以配置過飽和容易的方法 那我怎麼配置過飽和呢 第一個 因為醋酸納 它的溫度越高 溶解度會越大 所以我先在高溫下 配置一個飽和的醋酸納容易 比方說80度 配置一個飽和的醋酸納容易 那配好醋酸納容易之後 用蓋子把它蓋起來 不要讓雜質掉進去 然後給它靜置降溫 都不要去動到它 然後它靜置降溫到 常溫的時候 它如果沒有吸出溶子 那它就變成 常溫下的過飽和的醋酸納容易 所以它通常配置方法 需要這樣子 第一個 你不要去動到它 然後你把它蓋好 不要讓雜質掉進去 讓它變成一個 然後它靜置降溫 如果沒有溶子吸出 它就變過飽和 那這個過飽和溶液 如何再讓它變回飽和 常溫下的飽和溶液 那你可以拿一個波棒 把它沿著杯 這個燒杯的邊緣 把它畫一下 那它可能受到震動 那這個醋酸納就會沉澱 然後變回飽和溶液 那或者是你加精種 精種 比如說加一兩顆 小顆的醋酸納 讓它來晶體進來 那或者是加一個 晶體的結構 類似醋酸納的 那加進來之後 當做精種讓它沉澱 好 那就變回飽和溶液 好 這是飽和溶液的 這一個配置的方法 好 那這沒問題 那去往下看 那比方說我們的人造雨 我們的人造雨 人造雨就是 如果你要製造人造雨 那你需要怎樣 你的水氣可能不夠 那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散播乾冰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 它會吸熱 讓整個氣溫下降 那氣溫下降的時候 可能原本還沒飽和 就會降到飽和 那飽和如果讓這個結晶吸出 就散播點化銀 那因為點化銀的金型跟冰晶比較相似 它就可以當作凝結合 然後促進這個冰來結晶 然後它的產生結晶之後 就有機會 這個水滴跟水晶共同成長 然後最後 水滴跟冰晶共同成長 最後降雨 那我們來看一下溶解度曲線 這裡來 那這個是溶解度曲線 那橫軸是溫度 那縱軸呢 縱軸是溶解度 縱軸是溶解度 那你注意它溶解度 通常就是每100克的水 溶解的溶子的克數 那請大家把講一個A A這個點 把它塗掉 把它弄下面一點 剛好在溫度10度 然後溶解度20的這個點 那現在ABC三個點 這樣可以 然後呢 這個溶解度 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條線上 黑色這一條線上 那就剛好是溶解度曲線 那在溶解度曲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那就是該溫度下的什麼呢 飽和溶液 因為溶解的量已經到達最大量 所以在這個黑色曲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那就是該溫度的飽和溶液 然後在該溫度上呢 比這個在這個曲線上方的呢 它就超過飽和 那就表示它是過飽和 那在曲線下方的就是該溫度還沒有飽和 所以呢 這裡有ABC三個點 那C點呢 C點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40度 40度的過飽和容易 因為它在曲線上方 B點呢 大概就是 30度 35度 的未飽和溶液 那請這個A點把它挪下來 那就10度的剛好飽和溶液 那是溶解度曲線 再往下做一下題目 有關飽和溶液的敘述哪些正確 第一個 飽和溶液溶解的溶子 已經到達最大量 A是對的 B 把冰糖磨系 注意 你要增加溶解度 那對同一個溶子來講 那你只能改變溫度 那你磨系沒有用 那你磨系沒有用 磨系的話 你可能可以使溶解的速度變快 但是溶解到達的最大量 是不會變的 所以B不能選 C 飽和溶液中 溶解和結晶 能同時進行 達到動態平衡 然後C是對的 它是一個動態平衡 租25度C 飽和硝酸甲的溶解度 是100克的水溶解 40克 表示它的重量百分率濃度 你注意 重量百分率濃度 應該是溶子重40 除以溶液 溶液就是溶計加溶值 溶計加溶值 所以應該是140分之多 140分之70 7分之200% 這樣OK 所以是27 24 28 28.6左右 這個豬不對 在飽和溶液中加入少許精種 會有大量溶子吸出 這個1也不對 應該是什麼情況下 會有大量溶子吸出 就是過飽和溶液 在過飽和溶液中 如果在過飽和溶液中加入精種 然後過多的溶子就會吸出 那吸出之後它就會變回什麼呢 飽和溶液 好 那以上是這個題目 我們還有一題 再往下看 這個 固體甲的溶解度曲線 然後ABCDE是不同種 不同的溶液 第一個 20度 20度如果要溶解60克的固體甲 固體甲在這裡 在20度 這20度如果要溶解60克的固體甲 我們看一下 那對過來溶解度是多少呢 30 那換句話說 這一個 100克的水 要溶解30克的甲 那現在要溶解60克的甲 60克 60克的甲 那幾克的水 那不就兩倍 所以是200克的水 好 所以A是 第一題是200克沒有錯 好 看到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要使B飽和 B在這裡 那B如果要讓它飽和 你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這麼做 如果你要讓它飽和 你有兩條路 常見 第一個 你可以降溫 降溫 降到這裡 降到10度 那它就飽和了 或者是怎樣 加溶子 加更多的溶子 加更多的溶子 讓它到達這裡 那這個黑色這條線就是飽和容易 好 那或者是你當然一邊降溫 一邊加溶子 也可以 所以第一個降溫 就降到10度 好 第一個降溫 降到10度 沒有錯 這裡是10度 第二個 溫度不變 溫度不變 那每100 1000克的B 還要再加入固體 加幾克 1000克的B 還要再加入固體 加幾克 那我們看一下 它本來溶解度是20 然後呢 要變飽和 要變成多少 溶解度 不好意思 它本來是它的濃度 好了 它這裡本來 本來是20 就是100克的水 只有溶解20克的B 它沒有飽和 那要飽和 你要加溶子 加到100克的水 溶解50克的B 才有飽和 好 那現在呢 我要怎麼算 那 老師的方法是這樣 我就 再分析一下 這1000克的溶液B裡頭 好 幾克是水 幾克是溶子 好 然後呢 然後需要加入固體甲 假設需要加入固體甲 1克10克 好 這OK 好 那我算在下面 1000克的B裡面 那B呢 它的 它的水 溶子跟水 是20比100 好 OK 好 所以這樣想 W值 我現在仔細分析一下 這個B容易 好 W值 比W水 好 它有1000克 好 1000克 那水佔了多少呢 溶子跟水 20比100 所以水佔了120分之100 溶子佔了120分之20 那水佔了120分之100 好 這樣就是它的溶子跟水的比例 那這樣還沒結束 那現在呢 我現在呢 要加 往上加溶子 加エ克斯克的溶子之後 讓它變成飽和 那飽和的時候 它是怎樣呢 50 溶子跟水的比例是50比100 好 那這個我是不是可以 再把エ克斯解出來就好 那這個 這個市值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疑問 我再解釋一下 它給我1000克的溶液B 那我先分析一下 溶子跟水分別是幾顆 就分別乘以這個比例 120分之20 以及120分之100 就變成它的溶子跟水的重量 那現在要加入固體甲 就加入エ克斯 加入固體甲 之後呢 它就變飽和 那飽和呢 就是這裡 對過來是50 所以50比100 那這個我們再把它約一下 這個呢 50100 所以 1比2 這OK 再給它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 那這裡呢 先把它約一下 這裡是六分之一 這裡是六分之五 所以六分之1000 乘以六分之2000 加上2X 加上2X 我現在乘過來 那這乘過來 等於六分之多少呢 5000 所以X 六分之2000 減過去六分之3000 所以是等於六分之15 所以是250克的獎 好 那這裡就做完了 好 那再往下看 那現在有420克的溶液 好 先把它回來 好 依在 我用這個好了 依在這一個點 好 然後呢 它冷卻到10度 好 好 那底下這裡把它塗掉了 冷卻到10度 10度在這裡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好 從這個點 冷卻到10度 好 那它的溶解度相當於就是 呃 這裡 110 降到這裡 20 從溶解度從110降到20 那請問你它吸出固體夾幾克 那這個老師呢 呃 也在底下這裡畫 呃 老師常用的方法給大家看 哦 那這個我把它擦掉了 好 那這個像這種籠子吸出 好 降低溫度 那籠子吸出 那通常我會 呃 畫表格分析 好 通常我會畫表格分析 好 這個大概 表格不用這麼大 好 這樣子 好 那怎麼畫表格分析呢 就是它要從 呃 幾度呢 這個1 1是60度 好 然後呢 降到幾度呢 降到10 降到這個10度C 好 然後呢 我現在它的變因 除了溫度之外 還有什麼 龍子跟龍劑的比例 好 那我就寫一下 在60度的時候 依這個點 100克的水 寫小一點 不要寫太大 它跟龍子的比例是 100比110 那降到10度的時候 龍劑跟龍子的比例 是100比20 好 這不要寫太大 好 這個呢 現在60度跟10度 那龍劑跟龍子的比例 我先把它寫出來 好 然後接著呢 我再算一下 那實際上是怎樣 420克的1 這裡1 這裡1 現在1在這個位置 420 那420分配給龍子跟龍劑 用看了就知道了 因為龍劑龍子 100 110加起來210 那它420剛好兩倍 所以實際上 實際上我們的這一個 水就是200克 然後龍子就是220克 你給它乘以2倍 就剛好420 420克的1 那降到10度 那降溫的時候 你注意水量不會變 水量還是200 降溫降下來 降溫降下來 水量不會變 會變的是什麼 可以溶解的龍子 那可以溶解的龍子 是按照100比20 所以200呢 就只能溶解40 所以降到10度的時候 它只能夠溶解龍子40克 所以呢 吸出 等於 本來溶解了220 現在只能溶解40 不能溶解的就會沉澱吸出 所以就會吸出180克 那這個就是180克 最後一個A到E濃度的大小 那當然溶解100克的水 溶解的龍子越多 當然它的濃度就越大 所以呢 E最高 那C跟D它對過來 它的溶解度一樣 所以C等於D 那A跟B 對過來也是一樣的 所以它溶解 它的濃度依序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好 謝謝